他們兩個的道歉都他X超沒誠意 紀補欣就更不用說了 面對網友的那個留言 他是先在IG瘋狂的刪除所有網友的留言 所以你就是不面對你的錯誤嘛 你犯錯了你被質疑 你選擇的是什麼 你選擇的是滅口 頭腦不好品性也不好的人 我麻煩你們閉嘴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喝過 最吸引我的一個點就是 它上面寫著北海道熟成生乳 深深的打到我 我喝第一口 他X超失望 喝起來超級淡 淡到不行 我氣的點是 裡面根本就是有加奶精的 所以我喝了一個很不健康的奶精 而且還難喝 他們講法是北海道運來的奶粉 奶粉 各位 這不就是在欺騙跟誤導我們的消費者嗎 這場直播我想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第一次道歉就上手 因為我看了很多的網紅藝人出事呢 他們道歉都是道不到位 我覺得最好的危機處理 就是出來誠懇的道歉 說對不起 我錯了 我們確實就是標示不明 確實就是有誤導消費者的嫌疑 然後我們會鄭重的檢討跟改進 就這樣子 不要再講其他的廢話了 可是呢 他們的道歉 通常都是 對於這件事情 我感覺到非常的抱歉 可是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希望大家攻擊我就好 不要再攻擊我的家人跟朋友 很多人用咒罵我的言論 也希望可以停止對我的網路霸凌 他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情緒勒索 然後祭普星就更不用說了 小無知小孩出來拍的影片 祭普星 面對網友的那個留言 他是先在IG瘋狂的刪除所有網友的留言 所以你就是不面對你的錯誤嘛 你犯錯了 你被質疑 你選擇的是什麼 你選擇的是滅口 把這些聲音全部都刪掉 祭普星竟然就是 直接的嗆網友說 他都已經道歉了啊 那網友是文盲嗎 你們到底還想到我怎麼樣 那 祭普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這個就是讓我覺得最震驚的地方 你要知道你的問題就在 你的每一句話都讓人感覺在狡辯 你們兩個頭腦不好的人 好不好 頭腦不好 品性也不好的人 我麻煩你們 閉嘴 不要再講話了 就是道歉